馬蛙遠離 雨勢停緩 陽光從雲風中透出來 台灣各地回歸悶熱天氣 但八號首波東北風將南下 難道台灣又開始入秋了嗎 九號這個東北風 看起來也是相當的微弱 台灣的話大致上來說 還是比較偏一個西南風的環境 因此會不會是入秋 第一波東北風的話 其實還有需要再管 四號開始各地高溫 氣溫都落在三十二到三十四度間 而這波東北風只會影響 北台灣略降一到兩度 但菲律賓海面上 再次出現了熱帶性低氣壓 恐怕將形成第十七號颱風古超 由於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它最快的話在今天就不排除 有機會增強為輕度颱風 但是因為它在接近 台灣的過程中 整個環境影響方面的話 主要還是以花東的降雨為主 最快晚間第十七號颱風古超 就會形成 但會不會直撲台灣 還有待觀察 不過外圍的水氣 讓東南部地區將帶來雨勢 而颱風馬蛙的遠離 讓這幾天的涼爽天氣告一段落 緊接而來的 又是一整個禮拜的悶熱高溫 台灣想要進入涼爽的秋天 恐怕還得再等一等 接著張超成梅凱婷台北採訪報導